以下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读的经文是诗篇123-124 座在天上的主 我向你举目 看啊 伯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 我们的神 直到他怜悯我们 耶和华求祢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 我们被那声安逸人的机晓 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以色列人要说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 那时波涂必慢过我们 河水必沿没我们 狂傲的水必沿没我们 耶和华是应当清重的 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 我们好象着了 从捕了人的网罗里逃脱 网罗破裂 我们逃脱了 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以靠做天地 知耶和华的命 读经完不 接着是讲道的时间 今天有我们的主任牧师 赵善基牧师 他的讲题是 来朝拜上帝 弟兄姊妹平安 眨眼我们讲爱火重燃 合一前行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看了六首的诗篇 开始的时候 讲到我们如何重燃 我们对神对人的爱心 我们要赞美神 数算神的恩典 清借神 以后我们讲到 在生活的处境里面 我们如何得胜 在忧伤的时候 我们如何有盼望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爱神的话 成为我们的智慧 今天跟你一起来学习的 就是一起来朝拜神 今天的诗篇叫做上行篇 上行的诗篇 总共有十五首那么多 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 他们是需要每年一家人 去到耶路撒冷 圣殿到朝拜神 一年三次 在如意节 在七七节 就是五秦节 和住憑节 收割的时候 他们去到耶路撒冷 圣殿到 圣殿到 敬拜神 所以这叫做上行的诗篇 上行的诗篇 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们可以想象到 你在家里面出发 家里的时候 可能有少少人 和你一起行 走到石安的大路 石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山 一路走到大路的时候 看到很多很多人 很高兴一起去耶路撒冷 一起去朝拜神 就好像我都试过 早上六点上班 当我开车来到家里 是很安静的 没有人 我真是惨了 一个人这么早要上班 但当我去到401的时候 哇 四条401都是车 让你感受到 原来你是很多人一起 都是要上班的 我想上行诗的感受就是这样 当你越行这条大路的时候 越看到这么多人来到敬拜神 大家打招呼 大家在那里唱诗 特别唱这些上行的诗篇 所谓短短的15篇 是比你容易背众 一路行一路唱 那为什么会叫做上行呢 因为原来耶路撒冷的圣殿 在山上 在石安山上面 所以你无论住在哪一地方 都要行上山的 所以都要向上行 一路行的时候 就会见到这个山 见到石安山 见到圣殿 你行走的时候 力上加力很开心的 也都好像提醒我们 我们敬拜 不只是一个人在家里面 有时迫于无奈 COVID 我们就在家里面 一个人看着电脑 电视手机来敬拜 如果可以的 我鼓励你重回来实体崇拜 或者参加网上 我们有不同的Zoom 一起崇拜 因为一起崇拜 是激发我们的 那个刺热 渴慕敬拜 朝见神的心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们就欢喜了 我们一起的敬拜 无论在网上 在Zoom那里 或者在实体里面 都提醒我们 我们和基督的身体 大家彼此相顾 我们同属一个大牧人 我们都是他的小羊 听和跟随他 我们同是在神家里面的人 我们大家彼此见面 有相亲相爱 所以鼓励你 回来教会的崇拜 或者参加网上的Zoom的敬拜 回来上行诗 上行诗的设计是很特别的 你有总共15首 有不同人 有不同的蜥蜴 我比较喜欢这种的编排 这种的编排就是按照每三组 每三组一个的组合 而每一个组合里面 第一首的诗歌 总是讲到诗人的苦境 痛苦悠伤难过的处境 当然是从他当下 他所面对的困难开始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你的难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诗人就提醒我们 有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的挣扎 在那里呼求实 你试试看每一首 由一二零一二三一路下去 第一首都是讲到苦境 第二首就是讲到 神是帮助我们 耶稣是帮助我们的 有些是宣告 有些是求告 都是强调上帝帮助我们 然后到了第三首 就是诗人突然间来到近 近耶路撒冷 近圣殿 见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 他心欢喜 在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很向往 进到神面前的敬拜 特别讲到 为神的各神的家 为教会来祈祷守望 所以三首诗 是很有意思的安排 敬拜什么时候 都是要离开我们生活里面的 那个挣扎来投靠神 在当中我们认定神就是我们的帮助 当我们交托这个帮助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安怀开怀的来为神的家 神的各教会来祈祷求求福 所以上行诗篇是一篇 可以说朝圣路上的诗篇 也代表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是黑旅寄居 我们渴慕更美的家乡 好像以色列人在旅途上 渴慕能够去到耶路撒冷 朝见神一样 所以今天这首诗歌 这三首的诗歌 我是想分两次跟你分享 就是让你感受到我们都是黑旅 我们都是朝见神 我们生活里面都是渴望的 有神的同在 但是更加渴望 有一天我们去到上帝 永恒的家乡那里朝见他 我们今天会看第123篇 然后过两个礼拜后 就会看第124、125篇 所以鼓励你回家准备 开始的时候我们同心来到领受神的话 亲爱主我们要来朝拜你 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来到去交托给你 以致我们能够躺开 让神让你的话语进入 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 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主要与你今天教导我们 我们留心听 留心去行 我想你看一看这首诗篇123篇 是讲到诗人的苦境 困难的处境 这首诗里面有什么重复的字句 他都说坐在天上的主下 我向你举目 看下伯人的眼睛 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 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 求你联敏我们 联敏我们 联敏我们 重复了三次就是联敏我们 原来在期望神联敏我们 于是你问 为什么要神的联敏 因为我们被藐视 以到极处 我们被那些基潮安逸的人 基潮 以及骄傲的人 骄傲的人 藐视我们 以到极处 所以简单来看 你又看到原来这首诗歌的安排 就是他举目望神 举目望着神 是要神怜悯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被人藐视 被人基潮 所以很简单 一首诗歌 有几节的圣经 就是仰望神 得神的怜悯 被藐视 所以当你要想一个问题 一开始由诗人提醒我们 究竟在你困难的处境里面 你定睁望什么呢 你望什么呢 在诗人一开始说 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举目 他是望着神 而不是望着环境 如果你望着环境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困难 你越看困难的时候 你会越觉得害怕 越来越没有信心 越来越害怕 当你望着自己软弱的时候 你越看着自己无力无助 所以诗人说 在你的困境里面 在你忧伤里面 你望着天上的主 你向他举目 望着他 你记得主耶稣提醒我们 在主土闻里面 他更加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比诗人更加好 我们不仅是一个主 我们更加有一个天父 在看顾我们 我们的主坐着为王 来掌管世界 大有能力 我们的天父 充满的慈爱 爱护我们 所以诗人就提醒我们 你举目望神 是要得什么呢 很清楚就是 我们要得神的怜悯 你举目望神 究竟怎样为之叫做举目望神呢 你想得神的怜悯 怎样可以举目 你望着他 望着天啊 望着天花板啊 望着南天白云啊 是怎样望呢 他用了 他用了 伯人 看着主人的手 匪女 看着主人的手 直等到 他得到怜悯 他用一个主伯的关系 来到形容 这个的仰望 主人就高高在上 伯人就很卑微 在下面服侍主人 耶稣都说过一个故事 主耶稣说 你们哪里有仆人 即是你们如果是主人 有仆人 跟了田 放了羊 回来 你不会对那些仆人说 来啦快点吃饭 你就会对那些仆人说 你准备晚饭 然后促腰 即是洗净手 来到服侍我 等我吃完了 你才吃饭 所以伯人很清楚 就是要随时 来到准备 服侍主人 你得不得到啊 原来诗人提醒我 提醒你 我们是神的伯人 你的生命 就是要随时 来到去服侍神 在哪里服侍啊 在你家里面服侍 当你好像服侍那些少爷仔 服侍那些女儿 或者服侍家人 的时候 其实你不要忘记 你也是在服侍神 你也是在服侍神 当你呢 为了配复 要做工 很拼命 你不要忘记 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 你也是在服侍神 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一样是在服侍神 所以诗人提醒我们 原来我们是神的伯人 我们谦卑地看着主人的手 主人的手呢 第一个就是 叫你来服侍 或者差你出去服侍 主人的手是随时差遣你的 但是这里同上 加上一样很重要的 我们也都看着主人的手 要得他的怜悯 得到主人的恩典帮助之后 我们更加有能力 更加喜乐地去服侍他 所以原来主人的手 是除了说我们要服侍他之外 更加是求主人给恩典我们 我们得到主的恩典 解决了我们现时的问题 以致我们能够更加好的服侍神 你要记得 这个微妙的地方 通常主人就是差遣伯仁 但是诗人在这里说 主人不单止差遣伯仁 亦都施恩典给他的伯仁 我看一下圣经里面 讲到神的手 其实是大师怜悯的 很多年轻的歌 叫做《奇妙双手》 就是神的手祝福我们 神的手如何祝福我们 我找了六个祝福 看看你今天生命里面 需要上帝哪个祝福 你祈祷求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 你的手祝福我 第一样 神的手一定会供应 我们生活上的需要 万民都举目仰望你 你随时吸他们食物 你将手洗有生气的 都随缘饱足 我以前讲过这支圣经 就是神张开他的手 就洗到万民都有食物 而且是很饱足 很满足 没错 今天有饥饿死的人 其实世界是足够的粮食 人的贪心 人的自私 使得有些人肥到不得了 有些人瘦到如柴 有些人积极了很多的财富 有些人一贫鱼洗 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是会看护我们 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 我讲一个最新的见证给你听 有个姊妹在公司里面很好的 凡天吃下午就借饭祈祷 有一次她的同事问她 她说我看到你每次都借饭祈祷 我妈妈在医院里有很危急 她以前看过恩雨之声 都有提过想信耶稣 可不可以你介绍一个牧师给我们认识 让牧师来带妈妈信住 就因为姐妹在公司里面借饭 感谢天父赐我们饮食 竟然使得一个未信的朋友 邀请了赵牧师我 去到这个妈妈的身边 我们分享了福音三次 最后和她洗礼 信了耶稣 而这个朋友也都信了主 当我们传着感恩 领受上帝的祝福 原来不单止有饭食那么简单 还可以有更大的祝福 能带到人信主的 所以神的手赐福给我们 给我们有饱足 神的手更加祝福我们 扶持软弱的人 在《以赛亚书》那里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王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当你跌倒的时候 我会扶持你 当你被压压的时候 将你扶起 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 上帝给这段经文我很多年 时时提醒我 当我软弱无力的时候 祂会扶住我 当我跌倒的时候 祂会扶起我 甚至压倒 祂都会扶起 这个就是恩典的神 在情人节的时候 很突然 不知为什么 突然找到 十一年前的一封情书 寫给太太 那年事奉真的很困难 我们家里面 经常谈的就是 教会的事情 讲一下有时不同意见 大家都会有吵架 结果很不开心 大家有聊有聊 我写了这封信 那封信 你可以去Facebook看 很简单 就是我们快乐过了三十一年 现在我们过了四十一年 过了三十一年 我们有好的生活 有好的孩子 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 侍奉 在侍奉里面 我们有了一个困难 很感谢你支持我 让我侍奉 你要记得当我们完成了这一切的时候 最后 剩下的就是你和我 永远爱你的Matthew 是呀 上帝就是差了师母 成为我的天使 扶持我 我相信上帝一样会差遣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来到去扶持你 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 继续的帮助你前行 上帝的手 扶持软弱的人 上帝恩典的手 更加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手 这里讲到 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 救我出来带水 救我脱离外帮人的手 他们口里面说方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誓 神将我们从水里面抽出来 差点浸死了 抽我们出来 脱离那些说大话 害我们的人的手 下一次124篇 就会讲多一点这一方面 所以今天不讲那么多 关于如何救你恶人的手 上帝的手 救我们脱离凶恶的 脱离恶人的伤害 第四方面 神恩典的手 引导我们的 这个特别适合 香港的新移民来到多伦多 我如果展开清神的翅膀 飞到海极 居住 就是在哪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必扶持我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很多新移民来到多伦多 都是很想上帝引导他 引导他去哪个校区买房 引导他的小孩如何入学 引导他如何运工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说我们做移民事工 都和他们一起行 希望帮助这几方面 但是更加紧要私人说 上帝恩典的手 不单止帮助你 设定居 更加引导你在多伦多 走永生的道路 其实不是借身移民的 我们每一个都有神的手 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永生的道路是什么呢 我就用贴纱来 《家后书》三章那里讲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神 并学习基督的忍耐 我们走这条永生的路 最重要就是要爱神 学爱神 学忍耐 学基督的忍耐 所以神是引导我们 无论你是移民 或者在这里 你有很多事情 很想上帝指引你 应该做什么决定的 是吧 你祈祷上帝会引导你 但其实上帝最喜欢 就是引导你走永生的路 更加的爱神 更加的忍耐 像基督 神更加用恩典的手 使那些谦卑的人的升高 《彼得前书》五章 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就叫你们升高了 原来你谦卑 谦卑 这个自卑可以是自卑可以谦卑 服在神的手下 我不行了 上帝 我愿意你来祝福我 你来引导我 神到了时候会叫你升高 我时时讲过几次了 不过我觉得这是我生命的故事 我要再讲多一次 给每一个在职业里面 无论是找工代业 或者在做工的人 我想再一次告诉你 上帝使你在你的职业里面升高 没错 有时候你很有本事 你会升高 有时候你觉得很困难 但你也可以升高 因为你背后的大老板 不是你今天的上司 你背后的大老板 叫你升高的是神 我时时用弹以理的故事 来说神使谦卑的人升高 弹以理三个朋友 很多人不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敬拜神 因为他们都升职 所以被人陷害 要他们拜这些偶像 被人陷害 他们不肯拜偶像 被叼入了火窑里面 叼入了火窑里面 但是火窑里面 烧他们不死 反而看到人子在当中 第二天 放出来 皇帝还升了他们的职 所以上司害你 害你不死 第二个就是 但是弹以理 皇帝很喜欢他 但是也被人陷害 不让弹以理祈祷 弹以理照常的一日三节的祈祷 结果皇帝没有办法 都要将他放在狮子坑里面 但是又不死 第二天放出来 圣经说 皇帝又升了他职 所以上司喜欢你 也保你不了 唯有神的手叫你升高 这个是我做了工 这么久了 四十几年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神的手祝福我们 叫我们升高 不在乎你的老板 最后说的就是 神的祝福的手 是遥障的手 我们的生命 就在神的手中 好像泥土在遥障的手中一样 以赛亚书六十四章 而我说 现在你认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泥 你是遥障 我们都是你手做的工作 在那里 神在遥障 不断地猜拆我们 我们不听话 我们不信服 所以上司又要去猜拆我们 给我们一个机会 这个遥障是负 如果普通的遥障 那些烂泥 那些烂泥 扶不上壁 丢了它 或者遥障 这个泥 不听话 随便烧了 随便烧了它 烧了之后 不能改 今天我们仍在遥障 的手中 被他猜拆去 是因为这个是慈父 这个遥障 是我们的慈父 所以就是要锻炼 熬炼我们的生命 好像人家说 行铁不成钢 那样 不断地来到塑造我们 不停地来到修改 重整我们 给我们机会 就是不想放弃我们 要我们的生命 来到不断地建立起来 更像基督 努力地来到弥补 我们生命里面的欠缺 所以为什么它猜拆完又猜 猜拆完又猜 就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像耶稣基督 这个是慈父的心 所以诗人说 我要仰望天上的主 我要看着我们的主 好像仆人看着主人的手 神的手真是大有能力 大有恩典 祂供应我们的需要 祂扶持我们的软弱 祂救我们脱离 凶恶的人 祂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祂伸手帮我们升高 祂也塑造我们的生命 更像基督 今天你需要神的手 在哪里来帮助你呢 你要定征像仆人那样 要继续在你的生活里面 服侍主 在服侍主的时候 你就祈祷在你的困难里面 祷告求神帮助 直到祂施恩给你 直到祂连吻你 诗人在最后的两节 说到为什么祂要仰望神的怜悯呢 我特地不说这个为什么 因为祂特别强调藐视 可能有些人觉得没有人藐视我 你有不同的需要 但是原则一样 无论你被人藐视或其他的问题 一样 你是举目 看着主耶稣的手 直到祂连吻你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诗人 他说人藐视他 他说那些人藐视到他极处 那些安逸的人 很舒适的人 生活很好 好像很成功的人 在那里击翘他 骄傲的人 以为自己了不起 看不起你的人 在那里藐视他们 以到极处 藐视 藐视 其实在圣经里面 很多人都被藐视的 其中一个就是尼希米 尼希米 就带着一群以色列人 重建损毁坏了的城墙 这个敌人森巴拉 听到尼希米他们起城墙 就很生气了 只笑他们 笑他们 笑他们 总共有六样东西 笑他们 他们软弱的犹太人 想做什么 笑他们软弱 笑他们没有力 笑他们没有本事 你们要保护自己 你可以吗 你可以吗 你强壮吗 你有能力吗 你这个神会保护你 神也不保护你 现在怎么会保护你 拜错神了 要牵制 要一日成功吗 其实笑他们没有行心 没有毅力 很快就会放弃了 正如过往他们真的放弃了很多次 你要看泥土 在土壤里面 找一些烧过的石头来重建城墙 石头都是坏材料来的 烧过烂的 还要用一些烂材料来建城墙 建了什么东西 材料这么差 不会有好的成果 最后 他说 就算你建了一幅城墙 狐狸上去都会坏 笑他们所做的东西 没有价值 枉废功夫 所以尼希米真的说 这帮人很可乎 尼希米就像这个诗人那样 他说 我们的神求你谁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那些毁谤归回他们的头上 使他们在秘魯之地作为略物 这样我们收造成墙 成墙就连落高至一半 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这要讲到两样事情 尼希米和百姓 第一就是仰望神 向神祷告 好像诗人一样 神我们被藐视到极处 你要诗恩怜悯我们 你要惩罚恶人 你要帮我们去建城墙 然后尼希米和百姓 大家都专心做工 祷告和工作不可分开 因为我们不是单单祈祷 不用做工 我们不只是做工 不祈祷 我们信靠神的人 是仰望神 专心做工 神就会成就 神就会怜悯 所以当我们说仰望神的时候 不是靠上帝 不用做了 而是将我们所做的献程给神 就算祂做了 都不算一回事 没有上帝怜悯 没有上帝的祝福 不成事 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教会 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 教会受到迫害 很多基督徒被人藐视 被人浅踏 被人欺凌 所以要为教会祈祷 最近上帝都给我有个心 再一次为中国教会 为中国神州大地祈祷 我们放下了为中国祈祷很久了 我们需要为我们国家 为我们的中国人 未认识神 狠切祈祷 有时虽然我们不喜欢政策 但是我们都要为我们中国 教会中国的人来去祷告 藐视 藐视 那些以为骄傲 以为了不起安逸 很好的人 藐视人 因为他有偏见 Plejudice 现在这个世代里面 经常说Plejudice 因为前一阵 Black life matters 另外有很多人权的东西 都是说人有偏见 所以你明白什么叫偏见 偏见就是一个先日为主的看法 觉得人家不好 以致看不起人 觉得人没有价值 所以为什么人会藐视人 藐视人有两种极端 一个极端就是当你没有道 藐视你 你没有价值的 这个是废人 当你没有道 一个就是不断的基潮 讽刺 嘲笑你 令你很难堪 其实两个都难堪的了 个个都有份 是没有邀请你 就藐视你 是冷落你 另一方面就是藐乐 一个是冷落 一个是藐乐 都是藐视的表达 多个人被人藐视 在人的偏见下生活 要忍受别人的评语 而在人家的评价之下 建立自己的价值 结果我们失去了自己 失去了快乐 所以无怪乎 在人家的评价 叫神啊 扣你 联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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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人藐视 大兄姊妹 在我们加拿大 可能藐视 鄙视 没有那么强 有时会有种族歧视 在工作场所里面 可能有时会被人 叫做排斥 或者是轻忽 或者是discrimination 或者甚至在家里面都发生 有些人是藐视你的 轻视你 当你没有到家人 看不起你 我也听过很多人成长里面 被家人轻视藐视 带来的创伤 我也听过很多的故事 在家庭里面 一个配偶看不起他 当他没有到 做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 可能当着他面子 看一些色情的东西 当着他面子 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些场景里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继续做你的本分 做仆人的本分 做好你基督徒的本分 同时 仰望主耶稣的怜悯 这个是私人教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 最被藐视的就是 我们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这里以赛亚说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有痛苦 常经 悠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谁知道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到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耶稣被人藐视 甚至被我们藐视过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 奏成奏了联敏 他的刑罚给我们平安 他的鞭伤带来我们的医治 所以今天当诗人说 你在极苦极困难的时候 甚至被人藐视到极处的时候 你就举目仰望你的主 等候神的怜悯 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祝福你 所以记住你是仆人 你一方面继续做好 你的身份 你一方面定征 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我们同心祈祷 七海主我们感恩 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主 你受了藐视 以致我们得平安得医治 今天弟兄姊妹可能有很多重担 很多不容易走的路 但愿主你自己都亲自的怜悯 怜悯他们 用你的手祝福他们 更加为了一批未认识主的朋友 求主你都是给他得着耶稣 得着救恩 愿意主你自己特别的 今天进入那些未认识你 又愿意相信你的人的心中 成为他们的救主 奉耶稣命求阿们 谢谢大家